今日的ET个股推介就是禁锋利业1772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早减选原因 就是说股动力减弱要减选积优股 行指连日在26000关增持之后 未能够准一步向上突破 现在是考验25500区的支持 反弹动力减弱减策略就适宜作出戒备 稳健投资就是适宜观望 停止短期博反弹的操作 股份方面仍然看好政策受惠股和积优股 职业股就留意禁锋利业 禁锋利业今年头三季盈利增加大约6.5倍 去到24亿7千万人民币 全年来说市场预料禁锋会维持高增长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2021年的盈利预料 是31亿2千万人民币 按年增加超过两倍 股价走势方面 禁锋近日升穿短期下降跪 策略上投资者可以在150元附近收窄 先以前高位185元为目标 跌穿140元就考虑减辞 好了 五万计 五万计